大家好,我是小徐 这几天就是一直忙着做的事情 因为在家园里面照顾狗狗 那时候就去公园里面摆地摊 早上要给狗狗做几顿饭 就是今天没有做饭 因为今天太累了 我是摆了两天的地摊 就是我等着这个头啃穿以后 这样太少了 这个头皮像蛇扎一样 因为头脉 什么都不累的那头 然后背上的颈椎症都特别痛 所以今天就没有给狗狗做饭 今天也比较忙 但是我依然坚持了去回地方 目前为止 是我老婆在公园里面 现在看他们的 因为我就是吃完饭了 我就要下去继续看他们 就是接替我老婆 这些老婆有时候感觉挺心痛的 然后老婆孩子也受罪 因为我的家庭 我像别人的家庭 我家有爸爸妈妈 也是有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帮忙带带孩子 就是我们在那边干活 有时有点带着孩子 我老婆呢 他跟父母一样 用了一些鞋 我就跟他父母一样 在那里 所以每次出去摆摊的时候 都会带着我女儿 像这些天气比较冷 我女儿就在家里面 让我叔叔 我带着一箱 然后我马上回来 今天真正带着我女儿 就是一晚上 然后动着鼻子 天亮过来 他就要从我手机支架里 在那里 从哪三年不好 非要从我手机支架里 上一趟一趟一趟 这时候我也感觉挺心痛 但是心痛呢 这份企业在那里 还是 可能比较多一份收入 不过让我辛苦一点 哪怕我一晚上不睡觉 比较多赚点收入 我也愿意 这是今天跟人家分享的一个事情 我还在持续坚持着买力 他有个服装界的生意 许多人说服装界的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吧 但是服装界的收入 本来也要我们 要加五口 我们一家三口 就是不用臭生 这是服装界的一个收入 他今天呢 两天也很便宜 今天第三天 他因为他是任务本儿的 每天都有人 抓住机会 就是有力气去 就把他为他搞起来 因为咱们的狗狗也是越来越多 明天呢我要带八段十字狗 我过去做绝对手术 说的不救了 不救了 不救了 因为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心 咱们面对巨大的压力 最大处在救助的路上 前段时间救助的一只太鼻 我又即将要出生了 我也不知道他救助的时候会很远 因为这个谁也不知道 因为救助的时候咱们也不知道 什么情况 他现在就在这几天 他的肚子特别大 已经闲了 我不是说是救助一只狗 立马去到医院做绝语 我至少有办法查 医疗多别大 其实他都没办法记忆 继续回来说多久 特别没有 一二十天都不到 然后肚子就那么大 所以我想让他生吧 一只也是一样 十只也是一样 一两百只也是一样 说肚子那么大了也闲了 现在带到医院给他把孩子拿掉 我也会伤心 今天主要的视频就是想和大家 说一下这个事情 大家不用担心 我就是有能力的话 我都会自己想办法 能多一点收入 我自己会去想办法 更早一点收入 让我辛苦一点 我们一家幸福一点 都会想办法出去 让自己多一点收入 多点直接来源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黄泽南这次的购口 他叫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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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现在给我们客户的朋友 我也扶得清 这一只太鼻 就是也是从法治场 一起去做的 我们再一次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避免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一天 在巴掌里面去做绝育 尽量这个先法 我会绝育做的 绝育我感觉永远做不到 因为你看了会做完了 剩两三只了 结果又救了 又有能够了 因为救助的狗狗 有百分之八十的事 工作很少 又几个就工作 就停止了 所以绝育并都做不到 只要哪天救治 救助停止了 绝育也就重要了 救助停止不了 绝育人安全就是 使用潜力 每天都会做绝育 也都会有绝育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环中的太迪 就是这只小太迪 那天给他修毛 发现他的肚子特别大 修完毛没几天了 修完中给他穿了这些衣服 怕他冷到 到时候怀疑他肚子里面有积水 但是慢慢这几天写奶了 来来躺下狗狗 狗狗 躺下来 对对对躺下 给大家看看你的肚子没事 结果他的肚子这么大颗肚子 那天我就是心想 他可能是还用了 或者是子宫迅农 但他现在的肚子也写了奶了 就是肚子很大很大 不像是那种 而且摸肚子都能摸到小狗了 小狗都能摸到了 这我真的是防不胜防 他不像是咱们自己家的 有时候我还能防一防 当然我自己家的狗 我也会出意味这么多狗 比如说是救助回来了 给你们这样看 把衣服给他往前撩一撩 可能这两三天他就要生了吧 也就这两三天的时间 反正不超过 十天最多 最多最多不超过十天 甚至一个星期也过不了 过来 过来 好乖的 他就是跟那两只科鸡一起救助回来的 救回来我也没有录视频给他 也没有给他单独录过视频 家里面的狗狗都给他换件衣服 这件衣服已经脏了 我给你换换衣服哈 你看你这件衣服穿的脏的 来 咱们把胳膊拿出来 小手手拿出来 还得给他准备一个产服 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也不愿意面对 但是既然已经还用了 你不面对用了怎么办呢 旧的时候就已经还用了 咱们本来就是救助 也不能做到杀生的那个地步吧 看他这颗大 哇 觉得跟那皮球一样 哥哥 有许多人让我得到医院去做了吧 他说得到医院给他做了绝育 把孩子拿出来丢掉吧 那我怎么能忍心呢 因为他肚子里面已经还用了 现在拿出来狗都是活的 跟柔弱的两个孩子一样 小蛋狗已经有了生命了 你说你拿出来丢到垃圾桶 那跟杀生没什么区别了 咱们救助就失去救助的意义了 给你们看看他的小嘟嘟 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小肚子 肚子以前特别特别的大了 多说是肚子小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给他做绝育 把孩子拿掉 因为我是真的没能力继续咬那么多了 在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现在去给他把孩子拿出来 孩子就是个活的 就是一个活体的活体的 你把它扔垃圾桶里面跟杀生的 区别了就 花花小嘴花过来了 给你们看两个最好的例子 小老花过来 这两个就是最好的例子 柔肉的孩子 当时柔肉就是得了那个病 批翻转去医院里面做手术 做手术然后孩子拿出来就是活的 四个孩子 就是没有满院的属于早产 但是四个孩子是活的 死了两个留下了两个 如果那个泰迪 现在你给他做绝育也好 就是给他做其他的也好 你只要把现在孩子拿出来 从肚子里面 他就是一个活的 所以让我做绝育也好 打掉孩子也好 我是真的做不到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